不好意思 六位 我覺得你們民進黨不要輕忽 因為我看電視台是把李佳芬要去訪問美國 比喻成蔣夫人第二 那再給我補充一點就是說 我覺得這樣就是說 韓夫人他是不是跟蔣宋美林是 這個我給大家去做公斷 但是蔣宋美林 蔣夫人的英文是非常好 這是大家公認的 如果他有機會去美國 那我們也期待 我覺得是這樣就是說我們在國內 我們都可以互相的評論 他如果有機會他代表他的夫婿 或代表國民黨去美國訪問的話 但我覺得對美國人來講 他不會把他當成就是總統候選人 除了蔣宋美林跟李佳芬都是女生之外 到底他們還有什麼共同的 我跟你講 這個我看到 電視台把他比喻成蔣夫人 這個比較真的不要太輕易比 因為對李佳芬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因為宋美林他是跨越三世紀的 他是世紀人物 而且我們講說他是歷史性的人物 他在1942年是美國總統羅斯福 親自邀請他到美國訪問 第二年1943年的時候 是美國參眾兩院邀請他成為 就是那時候叫中國 歷史上第一位到國會去演講 而且他是集席演講 他沒有講稿的 他說讓我說幾句話 那個在國會的宋美林的演說 真的是轟動 而不管他後來再去美國 他每一次在美國出現 說實在那種夾到歡迎 而且他的位階是 總統邀請參眾兩院 而且他是在國會裡面發表演說的 那你就說在歷史性來看的話 孔宋蔣城是四大家族 對不對 宋愛玲嫁給孔家 宋慶玲國父對不對 孫中山 宋美玲是蔣介石 所以才會有孔宋蔣城四大家族 那我們中間還可以看到歷史 他還營救他的夫婿 就西安事件 等等 所以在一個跨越四季 三四季的一位宋美玲女士 然後因為一次選舉 而把李嘉芬比作蔣夫人第二 我覺得這個比喻 其實對李嘉芬本身是不好 那我來比比看 李嘉芬本身他是一個政治家族 他的主婦就做政代表 他的父親我們都知道也是雲林現議員 屬於親近的張派 就是雲林的張榮衛家族 我們看他本身做三屆的現議員 他的弟弟現在李明哲是接棒 等於是接父親的棒子 所以在這種地方 我們台灣政治索引下面 一個屬於地方派系的現議員 政治家族 然後你要去跟宋美玲 這樣一號歷史人物相比 我覺得這個我從來沒有聽過 說這種歪樓歪成這樣的 歪樓這歪樓 我覺得可能 電視台怎麼說得出來 對 因為你去跟蔣夫人比 是往上比 但是你把蔣夫人的歷史定位 把它拉低到成 是一個地方派系家族 是一個政治家族 是一個現議員的這個層級 我想鐵桿泛藍 可能要吞下去很難 還吧 這說可以關注 他的 吃 吃 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